这是观察者网给的一个消息了 就是机票广州出发的机票增了126% 就是增长了定量增长了 火车票的搜索量增长了超300% 我看到有的这个评论的说是没票了 然后这个广州周边的这个 周边有暴增了255%和156% 消息发布以后呢 大家都出广州吧 是吧 你要说这个说逃出广州 这个标题你是弄不出来的 这个话题是吧 大家只好说这个票量在增长 下面呢又说了呢 这个广州出发的这个机票 搜索量是同一时间段的四倍 为什么这样呢 那就是所谓的和11月30日 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那个表达有关系 我们虽然身处在中国啊 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并不清楚不了解 因为信息或许不全嘛 这个通告呢就是分控的意思要减弱的意思了啊 要以楼以单元啊 就是居家隔离的意思吧 是吧 羞羞答答答的就说不出口啊 核酸检测的这个范围啊 也 也这个搜索啊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一听到这个东西 按照有的那个理解 不是说是欢喜的吗 其实用富士康那个现象来描述就比较好 富士康那个人 说这个夫妻两个走1500公里走到 从郑州走到贵州吧 禁不住的大家都走 然后卫健委呢 颁布了一个就是新冠是自线性疾病 仍然还是走 这个 它是一辆失控的车 我车没轨道 你想收放自如 你说我不知道 大家也听说这个疫情 控制 搜索 那大家就四处奔逃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了 大家都懂得 就是阳控不舒服 不阳控还不舒服 反正是不舒服了 好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